男神大卫,希腊古典雕像,对欧洲男性深具艺术有着很深的影响,贯穿着整个欧洲艺术史。 而自古至今,无论东西方,人们一直在关注着尺寸,只是十大十小罢了。 为什么古希腊雕像都是裸体? 以前在这篇文章里,大家欣赏了希腊雕像的男子。 知美,部分网友纷纷表示对积极尺寸,有着浓厚的喜悦和兴趣。 拉奥孔,那么这些雕像的积极,为何看起来比较小呢? 本篇文章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。 一,积极还没有勃起,他们还处于疲软状态,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怒发冲冠。 这样看来,其实他们跟实际的尺寸相比,也不算特别的小,毕竟勃起来的尺寸才算数。 二,古希腊那个时候对于男性知美地神美观,跟现在有很大区别。 现在主流文化觉得大积极更爽,更有男子气概。 但那时候古希腊人普遍觉得,小尺寸,其实比大尺寸要好。 历史学家凯尼斯·杜弗,在他的一本书《基拉, Great Homosexuality》中提到, 在古希腊人的文化里,他们认为大积极代表着愚蠢,性欲,丑陋,也就是吊达无脑。 当然也有尺寸稍微大一点的雕像,比如这个,萨迪尔,萨迪尔是九神迪尔尼索斯的一个跟班。 还有这个,普里巴图斯,希腊神话中的升职之神,孩子娘胎里就被赫拉诅咒,导致他长了一个巨大无比,永久勃起的阴晶。 同时,他也遭到众神的鼻翼,离开了奥林匹斯山。 在古希腊的艺术作品以及文学作品之中,大尺寸阴晶通常被描述成愚蠢,思想淫秽,或者常常用来形容半人半兽的萨迪尔。 理想中的希腊男子应该是理性的,智慧的,权威的,疾病,左耳,平反。 他们也不在乎尺寸,小的尺寸让他们觉得自己更没理性。 阿里斯托奔的喜剧,严重,对此有所论述。 你若听我之言,从之而行,你便用过那宽广的胸膛,光泽的皮肤,坚实的双肩,精巧的舌广,壮实的后臀,以及精短的前颈。 你若追随他去,听他之余,皮肤便失掉颜色,双肩便萎缩无力,前胸皮铁柴骨,舌头大足笨重,说话拖拖拉拉,你的后臀如生锈,下身搭拉着一根长脚。 古希腊雕像是理想主义的,讲究平衡匀衬。 因此,雕像上放着一个硕大的鸡鸡,就显得滑稽而且,怪异。 古罗马人兴许有所不同,他们可能比较倾向于打鸡,鸡,鸡,站在罗,马,雕像里。 同样多见小尺寸,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像,也深受希腊雕像影响。 比如文艺复兴时候,米开朗西罗索雕刻的大卫,2005年,一篇学术论文论述了贵河大卫的积极看起来比较小。 他们认为大卫其实是因为恐惧,所以阴晶有所收缩,从大卫的面孔可以看出,此时大卫的脸色带着紧迫和不安。 因为此刻面对他的事,巨人戈利亚。